哎哟大爷这个水桶怎么这么气贺 前面竟然有两根干 原来是浇菜用的 我说大爷这是浇菜神器 你们没人反驳我吧 反驳也没用 因为我不接受反驳 就他那还算神器啊 你来瞧瞧大妈的 就大妈这个小发明 一天三亩地连亩地的 都不光我自己摘的 小发明谁不会 你看我自己研究的鸡蛋飞离器 你起的那名呢也太俗气了 我给你起个名字吧 这不叫啦啦袋吗 真的是高手在民间啊 这年头不会连小发明 都不敢出来摆地摊了 你看大爷这个扎丸的神器 哎呀这效率 简直太厉害了 我这个不仅效率高 而且花纹还好看呢 哎呀真的是应了那句古话呀 只要思想不滑坡 办法总比快难多 优秀啊 那简直是什么操作啊 刚做好的一锅面糊糊 就直接到培里了 不得不说啊 大妈这个漏洞 所思是高啊 人才 绝对的人才 都不见了 都不见了